再評估 蠻苛刻的 適當的傾腳 你才不會去 在太快的速度下而倒車 不要壓那麼低嘛 安全 有點不合常理 用角度來去判罰的話 就有點太過於矯正了 民眾看法正反都有 彰化警方針對139縣 兩個過彎處採科技執法 11月1號公告 15號正式取締 才兩天就引發抨擊 60度不是取締標準 該設備純粹是收證器材 擷取資料後 再分析歧視是否有 違價行為 對此警方討論後 說會再評估 而彰化警方曾證實 苗栗警為了台三線壓車問題 也傷透腦筋 願意要來取經 求證苗栗警方反駁 說從來都沒有跟進的想法 而開發這個系統的 軟體公司負責人 也因為自己發文說 壓車科技執法的第一槍 是他開的被網友肉搜 體度或開法什麼這些 都跟我毫無關係 我們是設計一個可以看到 各種角度傾斜的車牌的軟體而已 業者含冤 當初設計這一套軟體 是為了克服不同角度 也能辨識車牌 並非為了過彎傾角而研發 業者說 本來只是想作為行銷宣傳 沒想到引起反效果 三立新聞 黃孟正許書維李建英 苗栗彰化綜合